今天我们来吃一个麻辣汤 就是我们外卖最长点的 上次我拿说用它清肠 有个大哥他说 我想问问刘文祥是什么 因为我叫刘文祥 为什么要拿我清肠 我们两个特别喜欢的 刘文祥麻辣汤 吃个辣的带他来解解压 好香啊好香 要两个麻辣汤 多麻多辣 我们不要麻将 我这炸串自己拿了 自己拿了 好嘞 豆腐 真的忍住啊 克制 克制啊 就是一个克制 真的忍住啊 有看油沙不胖的吗 刘姐这受不熟皮啊 来这个费我值得好 又好饮了 又牛饮了 你是喝水运动员呢 比赛一点啊 哇塞 家住小贵帅 举杯就得干 冻快 谢谢 第一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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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刘文祥在叫什么 华南大碗满街巷 完了后来就变成刘文祥 你们看一看我的 爆麻爆辣 看起来贫贫无忌 但吃起来真的很啊 很好吃啊 看着 他们都怕你瘦了 我看出来你也挺怕刘姐 这家一击五五 哪里这吃哪里那吃 好姐妹 你说怎么能 就是贝林偷偷减肥一样 上次老太那个 看上个新的 咋了啊 有一条评论是吧 刘婷咋胖这样 咱说减肥就减肥 告诉你的身体 谁才是他的主人 我们也不给发消息了吗 我连哈三遍啊 我给家跟喊口号似的 告诉你的身体 谁是他的主人 我的食欲是我的主人 我的食欲是我的主人 哎呦 谢谢 还有我们的炸串 能看到吗 这炸串啊 一丑就好吃 一丑就好吃 看我这个黏黄点 就是这个刘温祥我跟你说 就这个黄面是最好吃的 就有点像茶条 醋王又来了 东亚醋王 太迷糊了 咋咋小 过两天带你见一个外国友人 你最近不喜欢那个派克斯顿吗 我带你见识一下外国友人 说这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给互联网上 认识了一个外国人 就是他希望了解一下 中国的这个食物 然后还有什么文化建筑啥的 哎行 哎 这不我英语考试小作文题目吗 来我加好友 我跟他练一练 他加的我 妈妈俩就倒上了 老第一天非常好 总给我发的他帅账 给我看迷糊唠叨 就这样是天天英文 给我唠迷糊唠 哈尼 一开始 你听我讲 一开始 他说哈尼 翻过来 蜂蜜 他说好的蜂蜜 我说这啥意思 优德说我总学期 说我新钱哈尼啊 第二天 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情 就是 他的前女友 所以说他希望能遇到一个好女孩 别扯那个 我接着把我小作人发过去了 说 帮我看看 改改 然后框花帮我改 结果第四天 我要帮你的账户挥点钱 帮我租个房子哈尼 我要在那里投资 我要为你买一座 Big House 这你就知道咋个事了吧 我开始系统他 他问我说 我太俩都一个哈尼 你干啥呢 录了一下 当时给我爷爷买盆腊的 把给你 别给放上去 这是我爷爷的产业 我来视察来了 他就觉得我可能很有钱 第二天说 我把我的私人物品要邮过去 然后我上网搜索了一下 什么七群老太收到一个 由那个国外包裹 让他付两万万千块钱 当时我明白啥意思了 我拒绝了他 我说 无法收花快递 说他的投资失败了 银行取不着钱 让我可以帮帮他吗 我最后还给他发了两名小作文 他给我改完之后才把他杀了 这叫什么 老铁本 雇计其用 有没有可能他是中国人呢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他的QQ 他说是一个中国小男孩借给他的 很多骗子都用QQ 他说你淘宝 我打电话也是 说什么我快递丢了 让我加QQ 联系物流啥的 我感觉就是骗子 差一点 我就被他每次诱惑了 手段太多了 但也算有所收获 我把我积累那些作业 全都给他批完了 他批作业对不对 你作业说 他要是不是外国人的 就可能都批错了 过去 非常的伤心 对不起 为了不丢咱们国人脸面 咱们现在开始练习一波 全英交流 必须的 咱们现在practice一下 赵索 OK OK 这些草莓 很好 一片一片炒的 对 美味 很健康 什么意思 你知道 OK 很健康 小样 你骗了我 什么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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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太有知识了 我的天啊 闹得酸 CPU烧爆 他是怎么看见我设定的 我忘了跟你说我 有一次我家有个传统 就过年的时候 我爸喜欢就是打打麻将 那个打扑克啥的 我们四个玩儿 这样是家庭 对 JDP不流出 只在我们四个里边流转 然后有一次炸红石 我抓到了两碗两红石 哈哈 他太开心了 他来看你 我正给他论 你最近啥 一下我笑不出来了 虽然你把我赢了十六块钱 一下我笑不出来了 完了没有了 你打了打了 没骂 又说疼不疼啊 不能不能 我妈最关心 花多钱呢 不贵十块钱 那行 那没事 他实际上花三百块钱 我妈说 你可以追求个性 你的追求个性 必须在节俭的基础上 我家晚上没人吃饭 那天爷俩非常寒酸的 炒了一盘土豆丝 都没去我家饭庭吃 和厨房吃的 因为没有人想收拾 我也是 我做完饭 不爱刷碗 一个锅能放在这 绝对不拿碗座 我就不行 吃饭必须仪式感 我宁可拿十个盘子 我也得锁了 咱必须都有仪式感 因为吃饭是天大的事情 爸吃不饱啊 没事就泡壶茶水 那茶包还你送给我的 完了之后 茶颜月色茶包 我爸喝了一次 爱上了 姑娘以后这茶包你别喝了 你不懂茶 爸品品 你不懂茶 你爸不会拿热水泡的吗 当然了 那是冷泡是 你没靠我呀 喝着血 没靠我呀 你不懂茶啊 吃了得也好 其实咋喝都行 但是它上面写着冷泡好喝 姑娘这真好喝 越喝越好喝 比我的骨饭啊啥的 铁关烟多好喝 我家不是装修了吗 嗯 我爸以前我现在买的一套茶具啊 这么带拍 我感觉那玩意老帅了 整套大茶具 可不然摆了 我一回家 我说喝点茶呀 嗯 掏出一桶菊花茶 一桶菊花 不像我家 茶几点摆个 红烫黑鸡鸡鸡那玩意 他家装得更开TV似的 怎么样 我家转黑鸡鸡 诶 客厅紫色氛围灯 切记带银响的 粉色绿色环绕灯 闪光灯全有 主播来我家都得无地自容 还有个背景酒柜 诶对喽 实际上那些酒在我高中的时候 偷偷全喝没了 里边全是空瓶的 家酒柜买的不都是装饰假酒吗 你都喝了 我说喝完他脑瓜疼 你爸妈永远是说你犯法最多的人 诶 你知道就每天早上 因为他俩就送我弟嘛 吃又早 每天六点我睡正香的时候 我就能贴贴他俩就在骂我 给我这屋旁边 这我造的 哎呀 这一地桃花 哎呀 我去这垃圾 当时就睡得太死药了 我真想起来一马给他收拾了 你可别说了 我求你了 厉害 家可以有资格搬到团山节了 啊 家有资格搬到小团山了 为什么呀 家住小团山 举杯就得干 对不起 手也呼应了 手也呼应了 哈哈哈哈 上车团 你趴在老屋吃马套的 没事 我不学个臭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我们今天就吃到这里 回家遛狗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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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